学佛首先要肯定一桩事情 自己是福 这个一定要承认 自己永恒不灭 生死是身 身体 灵性没有死 灵性长存 灵性是自己 很快身体没有了 很快它又换个身体又来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住的六合园小猫 我跟主委报告过 那个小猫以前是六合园的主人 六合园房子现在转到 转个我的时候 我是第五代 前面四代 我相信它不是第一代 就是第二代 它很留恋这个地方 舍不得走 六合园以前也是居士道场 有的时候是出家人道场 所以没有男女婚配 但是出生有 所以他就投出生态 还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 这个现象常有 而且很多 我们不可以有一丝好贪念 有丝好贪念的给自己惹了麻烦 喜欢佛经 死了以后别里头蛀虫 那书本里头蛀虫啊 你变成这个东西去了 那岛场里头 蚊虫蚂蚁 蟑螂老鼠 这小动物 可能都是这个里头原来居住的众生 它有情职 它又来了 所以我们对这些人 也有感恩的心 过去在这里住过 修行 没离开 现在要好好的年轻给它听 那夜晚 对鬼神播放是善业造景 地藏菩萨 不愿意 好啊 那播放晚上睡觉 不扰乱我们不会 你播放的时候 神言尽量放晓 我们听不见 他们能听见 他们也能看见 明阳都得利益了 我们念念不忘它了 我们具体真干了 真让众生得利益了 外面 院子里头 佛号 日夜不中断 有时候 我们学的这个经典 重要东西 我们学的非常欢喜 那一段 也可以播放给他们听 我共同的发现 要常常去做 没有时间的限制